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索托马约 在星期二继续举行确认听证会的时候 将面临参议员的更多问题 这位有可能成为第一位拉美裔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女性 星期一向参议员保证她将公正的应用法律 当听证会重新开始时 共和党人可能会对她2001年发表的一次言论提出疑问 索托马约曾经说 一位明智的拉美裔女子 可能比一名白人男子在司法方面做出更好的决定 另一个可能提出的问题和上诉法庭几个法官的裁定有关 索托马约也是其中一名 这个上诉法庭让一个城市作废了消访员的考试成绩 因为很少有少数主义在考试中取得良好成绩 最高法院上个月推翻了这个裁定